内蒙女孩,远嫁英国70岁老头,定居西班牙小岛,到底图了啥,都说在真正的爱情面前年龄,距离,阶级都不是问题,内蒙古女孩燕子和她的丈夫布莱恩就践行了这一点,2018年,34岁的燕子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名70岁的英国男子布莱恩,这段恋情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一个是单身年轻的中国女孩,一个是已经经历过一段婚姻,离异还带着两个儿子的老爷爷, 怎么看两个人都不般配,直到今年,依然有人关注着他们的动态,如今的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,是否做到了不离不弃,恩爱有家呢,出身内蒙普通人家,1984年,燕子出生在内蒙古一户普通人家,家里是放牛为生,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,虽然家庭条件不算好,但父母一直认为,读书可以改变命运,便咬着牙匠姐弟俩送去上学,燕子从小就聪明,在学校里成绩很好,为人又开朗活泼, 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,本以为她能够顺风顺水的考上心仪的大学,找一份好工作结婚生子,可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,在第一次高考时,燕子落榜了,直到第二次,才成功考上江西仪春学院,七年支养与男友分道扬镳,带着父母的期盼,燕子进入学校,在学校里好好学习,出来了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能有一个好婚姻,这就是父母最大的期望。 大学期间,燕子谈了七年的男朋友,俗话说七年支养,最终他们也没有走到尽头,有人说,我陪伴了你这么多年,难道还抵不上一个初次见面的人? 爱情从来不看相处的年月,爱情是一种玄学,就像芝麻看绿豆,看对眼了,就成了,那些曾经相处几年的爱恋,他们最初相识的誓言,其实早已面目全非,只是因为相互需要,互相拉扯才得以维持,婚姻和恋爱不同,小小的一纸婚约,他们许下的愿望是直到来世,而相恋时的海誓山盟,或许只不过是童言无忌,男友的家里催促他们结婚,并要求燕子放弃工作做全职太太, 燕子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和理想,和男友一家发生了争执,最后,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,男友提出了分手,投身于工作中,七年的感情,说没就没了,燕子的心里是很难受的,只是他把这一切都埋藏在心里,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,时间到了2012年,燕子的公司接到了一个大订单,客户是西班牙的一个公司,公司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到了燕子手里,对方的主管就是布莱恩, 一名64岁的英国老头,因为工作关系,两人每天都要在网络上进行工作对接,为了配合西班牙公司的时间,经常忙到晚上11点,才到西班牙那边下午下班时间,这个布莱恩非常的有礼貌,每天工作完后,他都会向燕子表示感谢,并嘱托燕子早点休息,注意身体,一开始,燕子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奇怪之处, 在他看来,布莱恩对他的关心,就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,不同的是,布莱恩除了会关心人,还很幽默,燕子现在正处于失恋的阶段,布莱恩也需要一个家庭,双方你来我往,逐渐习惯了每天晚上在网络上聊天,述说心事,从工作过渡到恋爱,燕子很伤心,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,他更加努力地工作,天天都在联系客户, 在这期间,他和布莱恩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,布莱恩知道了燕子的情况后,更加关心他,陪他度过了难过的日子,他们的相处模式,从工作过渡到了恋爱,燕子刚知道布莱恩的年龄时,有些惊讶,但并没有因此而退缩,他觉得布莱恩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,他们之间没有年龄的隔阂,只有真诚的感情,恋情并没因年龄见光死,让布莱恩感到庆幸的是,两人的恋情并没有见光死, 而燕子也早就对这个大自己36岁的英国男人芳心暗许,他不在乎对方的经历和年纪,他在乎的只是对方是否优秀,是否懂得体贴自己,就这样,两人开始经常往返于中国和西班牙之间,感情也随着时间愈发浓厚,直到2018年5月,两人在深圳登记成为合法夫妻,此时的燕子已经34岁,而布莱恩已经70岁,再不被祝福下领证, 我和你爸不同意,你嫁给那个外国老头,当34岁的内蒙女孩告诉父母自己的恋情时,他们坚决反对,对方不但是英国人,而且还比女儿大了整整36岁,在他们看来,女儿肯定是被外国老头洗脑了,这段令人匪夷所思的婚姻,自然没有得到燕子父母的祝福, 2020年春节时期,燕子带着布莱恩回到内蒙老家,岳父岳母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的女婿,一时间五味杂陈,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,除了默许也别无他法,他们在深圳办理了结婚手续,没有告诉燕子的父母, 然后,他们一起去了西班牙,开始了新的生活,登记那天,周围的人都投来了异样的眼光,就连婚姻登记处的员工都担心燕子是被骗的,还特意问了两次是否自愿结婚,燕子牵起布莱恩的手,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坚定地告诉工作人员,自己确实是自愿结婚,结婚后的燕子选择了到西班牙定居,工作则采取线上办公模式,偶尔也会飞到深圳处理工作, 半年后,燕子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婚姻也已经比较稳定了,于是告诉了父母自己已经结婚的事情,生孩子存在很大困难,这一份年龄差距如此大的恋爱终于被父母所接受,接下来面对的考验就是生孩子方面了,虽然布莱恩已经有了孩子和孙子,但是他和燕子还是希望能够有属于他们二人的孩子,但他们二人的年龄差距实在很大,自然怀孕根本不太可能, 最后就剩了一种方法,那就是做试管婴儿,很快见到了成效,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,燕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了他怀孕的好消息,就在以为一切会十分自然进行下去的时候,孩子的心跳停了, 这对于期盼已久的二人无异于是晴天霹雳,但也没有办法,现在怎么样了,两个人在国外的生活很快乐,因为当时的布莱恩已经退休,所以能够一直在家中陪着妻子,还会将家务都包揽在自己身上,当然,除了做饭,因为燕子吃不惯西餐,所以都自己做, 在过节日的时候,夫妻二人还会邀请布莱恩的儿子儿媳,到家里一起热闹热闹,当他们来的时候,还会给这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后妈准备礼物, 过完年燕子便又跟随布莱恩回到了西班牙,她还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,经常将自己和丈夫的日常趣事发布出来,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两人的生活非常幸福快乐,燕子还在视频中透露,两人其实一直在备孕,虽然没有好的结果, 但是自己和布莱恩也会好好生活,爱情无关年龄,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,只有用心经营的幸福, 年龄差,决定论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夫妻,因为每对夫妻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成长背景, 既然选择了对方踏入婚姻殿堂,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,爱其所有,而不是爱其所愿, 这样才能拥有细水长流的幸福婚姻,幸福婚姻的前提是,各自努力去满足对方的需求, 但是完全满足是不能的,因此也应该学会明智地承认现实,老夫少妻也有幸福的生活, 但这样的概率真的很小,也是有自身的因素在里面, 女人对男人的崇拜和崇敬,让女人愿意为男人付出更多, 如果一开始就是立结婚,往往也是因无力而散的,那些过不长久的老夫少妻, 大多数是因年轻女孩子当初贪图男人一点钱或者权,其实,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, 只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私而忘记,曾经陪你一起吃过苦,为你奉献全部的人, 因为人到老年,能够真心办你的事,愿意为你付出的人, 而不是贪图你的什么的人,做人还是善良本分些,会有好报的,感情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, 有时候,别人认为好的,和你自己感受到的,完全不一样, 在外人看来,燕子找了年纪大的另一半,就是有所图, 但其实只有燕子自己知道,开心果先生就是他的命中注定,爱从来都是流动的, 关于爱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,外人看起来圆满合适的婚姻, 可能那里早已经烂透了,幸福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 我见过青梅竹马结婚之后,依旧有背叛,有很多的不堪, 也见过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人,后来悄无声息的分道扬镳, 感情没有标准,也不可能有标准,去选择那个一见你就笑, 你一见就笑的人就对了。